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梯出来的左手边就是我带客人看过的这一间 位于11层 内部全部进行了装修 我一进来的右手边 这里是洗衣机的放置盘 上面设有温水调节器 打开看一下 41度 哇 设置的有点高啊 洗面台与浴室采用了一体的设计 以白色调为乳 非常的干净整洁 转过身 打开门 是卫生间 卫生间也进行了全方位的装修 采用了温水的桌边 继续往里面走 就是这套31平方米小公寓的厨房与餐厅的部分 别看这套小公寓面积不大 用的电子门径可不小哦 厨房也是非常的简单 整洁 单口的电池炉 小型的洗碗池 以及上方下方合理利用空间设置的收纳 我们打开下面的收纳看一下 这里是放置刀具的地方 今天与一直喜欢观看我们视频的您 分享两条日本人在选择租房子的时候 所重视的条件 第一条就是要干湿分离 视频看到这里 我们已经有了答案 就是我们达标了 接下来继续介绍房子 我手指的东向是阳台 我们最后看 打开卧室的收纳 上面可以摆 中间可以挂 下面可以放 是一个非常全能的收纳哦 然后卧室与餐厅采用了两扇拉门的设计 是可以隔开的 这样非常的节省空间 最后我们到阳台上去看一下吧 旁边有一栋楼 所以说视野并不是非常的宽阔 我们在阳台上走走走 阳台是一个L型的设计 房子不大 阳台可不小哎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刚说过的第二条 日本人在选择租房子的时候 所重视的条件 那就是附近是否有超市 最后就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套公寓周边的生活设施吧 走路到最近的JR天满车站大概需要7分钟 天满站前有唐吉哥德 日本最长的商店街 天神求金商店街 以及备受我们观光客所喜爱的大国药妆店 还有国际品牌麦当劳 肯德基 以及旁边的章鱼小丸子 总体说下来就是在走路七八分钟之内 生活设施应有尽有 完了 光顾着拍视频了 停车费要报啊 这可是大阪的北区啊 等一下 你刚刚看了一本 那可是了 一本集合现实际上